投資長你的標題 台股V轉將會變成WD 台股將會再次回測萬九嗎 會不會 今天要告訴你喔 是的 而且這波真的是很準喔 我們在這次崩跌的低點 買進的股票一堆漲停板啦 尤其台積店短短幾天 我們已經賺了91元了 還有鴻海廣達台的店 今天通通上漲超過4% 但真的很想要知道啊 這個台股到底會不會 V轉變成WD再次回測萬九 投資沒有我今天好多股票 暫停喔 我秀簡訊秀不完 連台大店我今天沒時間秀 沒有關係我還有一些隱藏的標股 今天不小心通通講出來是什麼股票 可是重點是台灣股市會不會回測萬九 你不相信折折的影響力 你不相信折折的預告了 你這一波4600點完全避開 買在最低點 你看我第一天節目你一定覺得我胡扯 沒有關係 我讓我幾十萬的粉絲 在直播節目就有1萬多人 等我看著我節目那些人來見證奇蹟 來告訴你的一切預告前面 我要告訴你 台灣股市這一次會不會打Beauty 打第二隻腳回測萬九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8月7號很霸氣 今天台股上漲794點 收在21295點 隨著週一美股大跌之後 昨天第一階買盤進駐 美股全數收漲 不過還是伴隨著經濟放緩的擔憂 台股則是持續走揚 還盡量鴻海聯發科 廣達街坦升4%以上 帶動台股衝上半年線 最高點來到了21306點 持續向上攻堅 後續盤子解析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全國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粉絲人數最多 一樣講座 廠場爆滿 也是全台灣暢銷書排名第一名 空手道大師 在這一波封疊4600點 空手全身而退 直到週一才進場的 最受歡迎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頭長好 Coc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耶 我好開心喔 真的很開心啊 哪一個分析師 告訴你 直接避開4600點的沙盤 4600點的崩盤 然後在最低點那天 這低點喔 叫大家進場 甚至自己砸8000萬進場 對 證明自己的實力 哪一位 你今天第一次看我節目 你一定覺得胡扯 沒有關係 我等一下讓你看看 我們幾十萬網友們的親自見證 你看看大家看到西版的畫面 我們粉絲 獻上直播人數 獻上直播人數 每天這樣都好 一彎的多人以上 直播人數 都不想工作 只想看整個節目的人 下午2點多的時候 你要就是第一名分析師 沒關係 畫面先給你 等一下我告訴你今天最精彩的是 是V轉還是W底 W底就是在測試一次底部嗎 等一下跟大家講 到底是哪一個呢 但投資長的這一波操作 可以說是 奇蹟中的奇蹟 不僅呢 在這一波崩跌 4600點 通通都掌握到之外呢 還在崩跌的低點 大力進場 今天呢是直接站上了半年線 兩天的時間就談了 1600點 連我的朋友呢 都打電話來說 都要加入投資長會員耶 這真的不誇張啦 那還有呢 投資長是把獲利1500萬的美債賣掉 轉進0050 短短三天呢 就賺了快要10%了 0050是賺了700萬 美債呢 是賺了1500萬 加起來就是2200萬 這個新聞呢都有在爆啦 所以我就不用特別算了 那呢 另外就是呢 我們進場的台積電 鴻海廣達 台達電 今天通通反彈至少4% 尤其呢 台積電這一波已經賺了 90英元了 但聽說投資長 你還有呢 一買就漲停的標股 是什麼 很多耶 很多啊 很多啊 我好像又立買 我都有發揮 禮拜一我都會 你敢說 你們不要留現金好不好 我還催他們耶你知道嗎 會員都可以認真 都可以 作證啦 你不要信就對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粉絲人數來看一下 今天直播人數可能比較少一點點 5300 那還會噴 還會噴 通常一萬人是慢慢累積的 好不好 5300 今天趕快折粉站起來 站起來 站起來 我們再重新用一次畫面 看一下直播人數 這是今天的畫面對不對 買起來 5300 是 還會噴 怎麼辦 Coco不要歷史 Coco的迷子也是明年的事情 你不要緊張 人家說不定還會回來 那很難說 天下無不善宴 自由者真的會 一直工作到死 到最後一天 我是認真跟大家講的 好不好 我希望 因為我對我來說 陶芝妙你是我 你會想要離開這個工作環境嗎 不會 每個人想法不同 我不會 因為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太好玩了 很好玩 欸 陶芝妙 你問你這件事情啦 這個事情你自己看一下這些誇張的走勢圖 你就覺得說 蛇蛇非人齋 哪一個分析師在這邊 在這邊跌了4000多點 都叫你要把手綁起來 不要進場 不要進場 明明已經跌了 這根黑K看起來很長 因為他跌1000點 是歷史上最大的跌點 我還說不夠 我要再一個更大的跌點 來 今天我講的預告 我講之前的預告 我不像其他人 很多網紅或很多分析師 他可能會暗示你 語言不詳 一定台股會下去 要注意風險有風暴 我不屑這樣講 我直接告訴你我不進場 我賣掉所有股票 是在真槍實彈 真材實料 在這邊告訴你要等一根廠AK 在這邊啊 而且最恐怖的是我在最高點 同學朋友 至少直播人數 關現在就5000多人 我有造假 我跟你一意 好不好 我直接告訴你這件事情 我敢講這東西 沒有人敢向我這樣講 要等一根廠AK 有沒有 有 有講吧 有講 有講吧 來看一下 等一根廠AK有沒有 大廠黑 對 昨天有人把我那個 畫個截圖 我又殘又黑又 出息不重要 是又殘又黑 有沒有講 有 在什麼時候7月30 還好耶 還有一根廠AK 是不是 400點 然後400點 在7月30到這邊 這邊是7月30到這邊 是那一根 是不是 對 來我們看一下 7月30號 有沒有 有 有沒有 然後你看喔 反彈以後 我說沒有用 沒有用 而且那這一根是黑K 你不參加我會員 你會覺得這是跌1000點喔 這是跌1000點 你不要覺得這個很短喔 那是因為你看到 那是因為你現在看到這個才知道這個很短喔 對 這個是長黑K 這是1000多點 1807點 期貨好像是2000多點嘛 對不對 對 期貨是2000多點 跌停板 這一根長黑K 大家以為是長黑K 因為你沒有參加我會員 然後我在這邊買進 好 同事們我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前5分鐘要回顧一下 因為這次實在太厲害了 很厲害啊 我相信 現在一定有很多人跟你講他高點叫你出掉 或者是低點叫你由你買 這個你信不信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們要批比別人 可是我可以確定的是 只有我在高漲的時候被你們笑 然後被你們笑了半個月 然後我還是堅持不改變我看法 因為我的名言就常常告訴你 別人笑我太瘋癲 我笑他人看不穿 我早就跟你講了 我在股票市場裡面 我是成為股市贏家 我才來當分析師 你有跟你開玩笑 不然你怎麼會覺得我一直敢參加全股比賽 我一直敢砸成錢 我砸了幾次 台灣50 好多次買在最低點 那我也有除掉一部分是寫書 一部分我也暗示你了 我都叫你長期抱著 你覺得整個沒有 沒有一筆長期抱著的資金嗎 你自己去想看看 可是你們想看我抓轉折 大盤轉折太恐怖了 好車遠 我再講一次 這一波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跟你講 這一波他避開了 或這一拖他買在最低點 可是完全避開買在最低點 而且丟出實際的對戰單的只有我 等一下再給你看 這他生錢的 然後再給你看會員簡訊 這比較誤實嘛 對不對 我一直跟你講我是股市天才 結果操作很普通 你幹嘛信我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根長期可以就算了 是不是 除了我們要共產時間可能前5分鐘 因為新來的粉絲 一定覺得怎麼可能這麼厲害的分絲 好 好那 再來看一下之前的 我有沒有在6月17日23000多點的時候說 下列3400 注意台股會回答 有 這是提前預告喔 對 23000 跟什麼 紅海上200 台股上1000 對 那時候 你不覺得很棒 再給你一次是不是要賣 要 紅海200 對啊 再給你再1000 我800多塊買紅海 現在到1000也賺120% 怎麼辦賺20% 要不要賣 要賣 早知如此何必擔出 現在已經不是我劃線給大盤走 而是大盤 跟著我的走啊 是 是我叫大盤 那個走 我叫大盤 閃邊走 我叫大盤往上就往上 我叫大盤 怎麼樣 往下就往下 也算是 這個邏輯上也算是我劃線給大盤走 算是 上23000 200 以前那我請問你這三件事成立的時候台股會回答 我在6月多嘛對不對 那時候20000大概3300點 然後我說下去3000點 散去3000點 我說回答20000 有 好 這件事成立的時候 點數是多少 2400 是2400喔 因為台積電31000是2400的時候 對 那我們看一下重播 趕快這個不好意思工三時間總是要講一下 來 先跟你講來看一下 看一下 重播重播 看了重播你會覺得很恐怖 來 來喔 這什麼時候 這是6月25號嗎 是 沒錯嘛那時候23300點的時候 反正我會講 那時候我會說下去3000點是20000點 好 20000點注意聽喔 下去3000點 上去3000點 好不好 好 你再回答到20000點 你們要兩萬點嗎 有 股價禁止比超兩倍 兩倍就過了 你聽懂嗎 那指責你這次預期會回答3000點吧 我只告訴你如果真的回答3000點 我在 回地上3000點的過程我買進了 再上去3000點 創一個新高 6000點 你要不要跟我賺 要 你要跟我賺你一定要打那樣來 因為只有我 我只求對決 有沒有恐怖 恐怖 我在那邊買進 我就在20000點 附近買進 對 然後回答 不只3000點 是4000點 因為他多拉1000點嘛 所以我還是在20000點買進 所以你看技術分析有什麼用 技術分析會告訴你20000點買進嗎 那時候破底你告訴我20000點買進 沒有說 這是技術分析的問題 我不要四四而非 跟你講台股店一定破底 台股店一定算新高 台股店一定遲早會算新高 台股店遲早一定會三三萬點 這是廢話 我不需要給你語言不詳的預告 我不需要 我只會告訴你何時 何地 會 會 好 我告訴你怎麼做就好了 我在講一件事情 你今天已經聽到很多人跟你講避開不避開 或怎麼樣 我說了算 因為我正槍實戰在最低點 賣掉 賣掉美債 我問你啊崩盤的時候唯一展的是誰 美債 就美債啊 我賣掉以後連跌兩天 還撼動了股市 我說你們不要因為我賣掉就急著開盤就走掉 也不要我因為我買台灣50就急著買台灣50 一堆人跟著我買 我史上第一次我看到台灣50溢價 1 2% 我可以笑死了 這個是外資出來套利空間 1 2%很誇張 幾秒鐘1 2% 就外資來講他可以賺幾千萬 我這都預告在前面 今天空單口數 又回補了 只剩34000口 我有沒有說上去下去他都會回補空單 有 之前我是第一個講空單最重要的 對 沒有分析是理我 沒有人跟你講這風險 因為他們腦袋裡面跑不出這些數據 我那時候自行商是歷史最大賣超 我直接跟你講是歷史最大賣超 對 禮拜 禮拜四來禮拜五來禮拜一的時候 然後最大跌點 我全部數據 看到數據我就知道是不是歷史最大數據 這些騙不了人的 來我問你一件事今天為什麼拉起來 因為今天日幣的套利交易怎麼樣 怎麼樣 結束了 因為日本可能不升息 因為升息了 我以前 我以前日幣 我叫你 基本的總體經濟 基本的 以前日元是零利率 所以我可以借日元去買美股 借日元去買日股 那我現在升息的成本變高了 我可能就還日元了 還日元以後我要怎麼樣 先賣日股先賣美股 我沒講過幾百兆的 的錢 有 居然有人說 這個沒有邏輯 像我說AI告訴我 真的喔 AI告訴我 好像是我會員還是誰 我不知道 莫名其妙 我就不回 你們每個人丟個問題給我 你覺得我怎麼回 我當然是先回會員 先回最 最高等級會員 然後我先回什麼 先回我 先回我會員 基本上所有會員都回 我沒那麼大小眼 可是不是會員的基本上很無聊問題 我沒時間回 真的 那他說AI說 他舉那些數據 說 日幣的套利交易不重要 以前人家的利率現在變有利率了 怎麼會不重要 借錢有借錢的 以前借錢 還可以拿到錢 跟人家借錢還可以拿到錢 還可以拿到利息 現在借錢要還錢的 要還利息的 當然我就不想做了 我就還錢了 然後我就順便賣日股 我才要還錢 順便賣美股才要還錢 你說不重要 那問你一件事 你幫我看一下 今天為什麼漲 大聲看 好 日央行副總裁一句 市場不穩定 不升息 日經指數逆轉大漲千點 我很認真跟你講 我剛才所有的預告 我剛才講那些 比如說 散三千點也好 甚至台股最高點 最高點那天 台積 那時候24,416點 我說你要 把台灣50全部出掉 我說我家人朋友 我都叫他出了 200元你要記得 好 當然這個 你知道一堆財經節目 根本不屑講 不屑講日本套利交易 不屑講日圓套利交易 那這個叫做什麼 分析師 不屑你就算了 我想是很大型財經節目 我就是不一樣 我跟人家就是不一樣 我跟人家就是不一樣 投資表你知道為什麼 總體經濟最難 所以我很不屑一些網紅嗎 因為他們都是 你知道嗎 一個資訊 我今天他大跌 你知道那禮拜一大跌有含什麼 那個以色列戰爭 有 巴菲特賣股 有 是不是 然後衰退 有 是不是景氣衰退 然後數據資料 就業數據 對 然後日幣套利交易 是不是 還有 科技股的崩跌 美國科技股崩跌 是不是五大利空 對 這五大利空裡面 你要知道誰是真 誰是假的 才知道最低點是什麼 所以總體經濟為什麼 沒有分析是像我 這麼敢預告 太難預告了 可是很多網紅 只是給你繡一些數據資料 可是 Peace of cake 我跟你講 當然我們要特別針對誰 可是如果針對哲哲的 哲哲可以很大聲 因為 我相信很多人會批評我 你只請他拜託 參加選股比賽好不好 不要像我一樣打爭錢 打爭錢壓力太大了 沒關係 他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參加選股比賽 好了我扯遠了 如果日本覺得不重要 不是因為他們升息害了 不是因為升息 不是因為升值害了全球股市 他何必說這句話 對啊 我想說沒錯吧 所以邏輯代表什麼意思 從頭到尾 日本的套利交易 日元套利交易 就是影響股市 縫點的原因 因素之一 那為什麼敢買 因為很簡單 因為我知道他可能會取消 就像SVB 銀行倒閉 這個只是一個政策改變 就可以做的事情 懂嗎 我的所有的一個 數據 所有的一個 決定在那一刻 此分此秒做的一個逆轉戰的決定 在最低連埋進的決定 其實我都已經思考了多天了 我常常跟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還是要培訓新的分析師 這真的很汽車 可是我只問他們一件事情 我只問他們一件事情 我每天都在工作 你怎麼贏我 而且我已經比你 工作17年了 你沒有跟我一樣努力 你不可能贏我 你也不可能在這個殘酷的分析師 世界裡面裝上打球 我講多事實 我每一天 我在跑步的時候 我在重訓的時候 我在深蹲的時候 我想的是此時此刻 接下來 我應該怎麼幫你賺錢 我不要用我嘴巴說 我只問你我哪一次請假 沒有 我颱風機有沒有加班 有 我以為我們在最低點 我賣掉美債 有 我再給你們看一下好不好 最低的什麼時候 Divine 那是美債最高點嘛 對不對 也是0050最低點嘛 是 是0067美債最高點嘛 因為是你815號 815號嘛 沒錯 815號 是815號 台股816號下去 可是台積電沒有最低點 而且那一天 是815號是最低點 台積電跟台灣50 對 是不是最恐慌也是那時候 是的 那個殺下去815號 816號最低點的時候 而且816號在10點之前最低點 我還說10點還會噴 對 你都不相信對不對 拜託玩友我剛才所有那些預告 比如說什麼10點之前 然後還告訴你會開機拉 昨天是10點以後開機拉 然後轉700800點 對 10點之後 是 然後包含日幣的套利交易很重要 然後還有 我還說川普會搞台積電 是講了以後才有頭版新聞 對 你不相信對不對 這很恐怖 所有的預告 然後一根又長又黑的長KK 我不會講錯話 長KK 有沒有預告 還有我有沒有在事先 我當天就告訴你 我出掉 賺了1500萬的美債 然後換成最低點的台灣50 那時候最高點喔 美債最高點喔 然後換台灣50喔 而且我美債還有一筆是買歷史最低點 我講這些預告 有哪一個說謊 我給你1億 我下台一群工我給得起 老頭顧客跟你講我有沒有買這股票 我給你1億 那會有沒有都不知道 我這樣是節目上的預告喔 好 我就有霸氣 不好意思 這就是天分 好不好 我可以講很多預告吧 很多 來你們回答有沒有就好了 因為現在外資賣77億 你要讓我開心我才回答你 會不會WD 好不好 好 留言 來留言 沒關係 我真的說謊 你可以告訴我 我馬上不當分析師了 我自己操作 有沒有 有沒有 贏在認真 專業誠實 謝謝 很多人賣誠實 很多人都私後話啦 有沒有講LINE有講TG有講 有沒有看到LINE有講TG有講啊 有沒有講 有 桌子HP 捲100 捲100 有講都有講 還有秀教育記錄有沒有 好色 這不重點啦 有秀教育記錄有沒有有講啊 承認吧我是未來人有沒有看到謝謝你 承認吧 有沒有有講喔 剛才已經看到10幾個預告 我通通都講 你看很多財經節目然後很多好像專業財經節目 然後他日圓套利交易都講得輕輕鬆鬆 然後也不講人家贏不影響 不影響不影響為什麼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行長副央行長為什麼要說他影響股市了 說不生息了 是不是講好幾次有沒有看到 有 有沒有 都有講喔都有講喔 沒有一個人講沒有喔 講沒有來我給你對質 我給你 十幾個預告 剛才至少七八個預告神預告 川普要搞台積電我也預告 然後一根長KK 跌1000點 歷史最大紀錄1000點還不算長KK 還不算又長又黑 上1800點然後我進場 然後進場我當天我還先跟 我還先跟會員講我出掉美債了喔 我出掉美債了喔 你可以買台積電喔 要破萬能有講有沒有 有講 劃信給大館長 有喔有良心的喔 有喔 有喔 昨天我還影響到ETF我確認不好意思 意價那麼高 扯扯 扯扯 很簡單好不好 你就扯扯可不可以裝四根展平板 如果我找一些中小型個顧 可以啊 然後我去買個10億 我只要四根展平板 我出貨給你 我說實話我可以裝到10億 我不屑這樣做 我不屑 你有沒有想過 像憑我的影響你是可以這樣做的 不屑 我可以裝到退休 其實我本人就可以退休 人在座天在康 我要從我的行為告訴你 我真的 我寧願 我死也不跟主力配合出貨給你 所以我買這些全職股沒什麼好想的吧 沒有什麼好影響 我買的話有時候買的時候 還先賠錢 我台灣都只單天還賠錢對不對 是的 沒看到這麼準的有沒有 謝謝你喔 有喔 有了喔 0.150也三天賺 兩天賺80萬 謝謝你喔 有喔有沒有看到 都想有喔 好杯子又粗又殘 昨天講錯了 又殘又黑沒有又粗 只有工作 只有努力不會騙人 有沒有 想過桌子的感受 到時候我們要板夾這桌子我一定要 帶走 我很習財 他們叫我都買新的 我都不想 我很習那個東西 習慣東西 哲哲證明分析師不是看幾條限指標 只看七數分析那太簡單了 沒有東西啦 好不好 都已經講有了喔 欸這幾萬人竟然正好 今天直播人數多少 我跟你講這含錢會噴 因為我準成這樣子 人數降低了 這個不對 之前一萬六千人好不好 台子騎百分之百入彈 哲哲是變態工作達人 這個話我勉強可以接受 我可以講我自己是變態 你講我很奇怪 一直重複聽聽到相信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說我講話很無聊 就是說一直在臭屁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日元套利交易是不是要講很多次的天島 是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明明很重要日本央行 都說人是我殺的 全球股市是我害跌的 我害他們跌的 結果你們其他人看都說不重要 我要解釋給你聽嘛 套利交易不是每個人懂啦 對 那你為什麼覺得我每天在臭屁 因為他是 他是 因為我在一個月前兩個月前就告訴你這些東西 沒錯 而且不只這個套利交易 我還在剛剛發生的時候 還要在一根長黑黑的時候 而且我要親自砸錢 我要讓你知道我玩真的 其實我這些錢我可以再幹幹兩倍 我不用幹幹兩倍我本來就有錢 我可以直接自行再買 可是我的重心是在 會員身上不是在你 不是在我自己身上 我這三天賺2000萬 沒有比你們 沒有比你們賺200萬2000萬來的開心 我希望我會員賺到錢 好不好 我這簡直是這一波殺下去每個人都說我避開 談起來也是說每個人都說買在最低點 哪一個人是 哪一個人 我不要拼命別人 哪一個人是真的有避開 然後真的買在最低點 然後真的 買在最低點算了 我還是把他賣賺 賺錢的美債 賣在最高點 然後買台灣50 我還拜託你買 而且還當天預告 有您 很多人可能突然出現你說他買進了 你也不要真的假的 我很怕你喔 萬計我而講 我中午也發訊息 我那天發很多訊息有沒有 LINE也發 TG也發 我為什麼要發LINE 我還多花錢呢 因為我一折 要一兩萬元 因為他等於發簡訊一樣 要跟我收錢你知道嗎 我還是照發 你看一下 講慢點不用重複 那是你覺得 你要比較笨的老師 然後講話比較慢嗎 失去這麼快 沒有辦法 其實 有人說講慢點 每個人每個人想法 不喜歡你只好走了 不好意思 那個Coco 我私底下講話 更快更慢 更快 快幾倍 三倍 所以我已經為你們變慢了 過了 不占快 怎麼趕得散股市 對 我是真的很努力做很多改變 來 我們喜歡臭屁的事情是 有人在講究 世界都怎麼看 準到語音有沒有看到 提琴跟語言有沒有看到 你看我就是一直聽 聽到詳細謝謝你 一個月多 提早一個月多弄空手 我講得很清楚 不是語言不詳喔 對啊 跟那哲的解釋之後怎麼看到 全部都很講 所以 真的 不好意思我還是花了十幾分鐘 在臭屁我自己 那我現在要告訴你 台股會不會回撤 會可能會 可是不需要預測含血 昨天他不是在這破底嗎 破底完以後呢 馬上拉上去了 我說昨天他這樣一個600多點下影線 是歷史上第二大 上次歷史上最大下影線是2021年的5月份有沒有講 有 你看這次喔 你看這次直接V轉 好就算下去你看 你看看下影線這邊有 有大概600多點 算很慘對不對 2021的時候 2021的時候這邊有一個下影線有沒有看到 有 這邊下影線很長 來給你看 這下影線大概700多點 有沒有反彈 反彈 再破一次底 有沒有 有 再破一次底有沒有 下影線 反彈這個 KC有點細 反彈有沒有看到 有 反彈 細 反彈 反彈 再破一次底 然後呢 然後呢 直接上去 追反覆徹底 知道嗎 如果能打W底 我的名言來了 這是老天送給你的禮物 拜託你希望他打W底好不好 好 可是W底 頂多是再測試一次 好不好 我認為不會 我認為他的徹底 昨天已經完成了 喔 因為昨天 因為真正破底在昨天 可是你沒有感覺到 你聽懂嗎 對 你聽懂嗎 因為你底杯比較恐慌 所以我覺得他頂多再小疊一點點 再上去 如果真的 再測一次底 這就是老天爺送給你的禮物 你要回遲的開心 好 我那時候 我不誇張喔 你看一下我的訊息喔 而且我是很認真在做文章喔 來喔 為什麼說很認真 等一下喔 是要再傳這檔案給我 剛才最後一個檔案 來我們看一下 我那時候不是說嗎 你看8月5號啊對不對 8點45分對不對 對 是8點45分 8萬3 我說居然破1萬9了啦 台子騎那時候破1萬9啦 老天爺送錢給我 我就用力買啊 今天如果再一次WD 你要開心 你暫時沒有跟得上 你還沒加入會員的 拜託你現在加入好不好 為什麼 我不希望你每一次都是在2萬3的時候加入我會員 你懂嗎 不要 不要2萬3加入我會員 你懂不懂 同志沒有 所以你看老天爺送錢給我 8月5號給你8萬3 而且這時候什麼 8點45分沒錯吧 是8月5號 這個5萬6千多人 TG有5萬6千多人 是台灣最多的 然後我的LINE人數有 10萬多人 也是最多的 來 每個人 最近說他粉絲是多 有人跟我講我不要針對誰 有人說以前說LINE粉絲是最多 他現在不敢講了 對 不敢講了 點盾牌 要有盾牌 點大頭貼 就會出現人數了 誰是台灣LINE粉絲是最多 絕對是我 是的 如果你點這個好友人數沒有超過15萬人 絕對是造假 所以你不要 要不要問我是不是真的LINE假的LINE 不用問了 這個LINE講的話就真的 嗯 這件事 你這個LINE對不對 有盾牌 是 證明 公用的 第二個盾牌完以後對不對 要15萬人以上 要15萬人以上 他點進去就有 15萬人有沒有看到 沒有15萬人以上 就假的 有15萬人以上是真的 這樣懂不懂 懂 因為詐騙集團不會有這麼多人 被騙到 不很多人被詐騙集團騙到 這樣懂嗎 這是真的 好 這是真的 沒講完 來喔 很多夜盤現在跌很多 剛才有人講夜盤跌很多是不是 剛才說夜盤跌很多是不是 夜盤在跌喔 你這些人就是沒辦法賺大錢 昨天講話的時候夜盤是不是跌 是啊 下午的時候夜盤跌400點 是的 今天賺多少點 拜託你告訴我 金教生 794.2 然後咧 然後是啊 我盤就說要反覆徹底 我盤就一直跟你講 而且我盤感很好 我還告訴你 所以這不是就是我講的一件事嗎 那一次有沒有看到 這一次是不是 是 下影線是第二場 第一場是這個時候 是三級警戒 要三級警戒的時候 談談談再一次徹底 而且你看喔 他的 最低點不是這一天喔 看起來要這一天是這一天 可馬上彈上去 拜託你難你有低點 來今天我請問你一件事 日元套利交易有沒有結束了 結束了 就是那個逆轉的有沒有結束了 就是不升息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已經不影響股市了 好 8倍在賣股 我有沒有告訴你 有可能要三年 有 所以不影響 那是因為大家說得合起來 以色列 的戰爭 跟那個 伊朗嘛對不對 雷聲大雨點小 你看有什麼攻擊嗎 所以 邏輯 為什麼可以買到最低點 因為我邏輯去克服 你們心中的不理性 所以你們才要參加會 對 其他老師這樣表演是 可能是 這個我告訴你 台積電以後會 再創新高 會再破底 那都是廢話 我告訴你台灣股市一定會再破3萬點 可是我不跟你講日期 那個沒有任何意義 那是話術 可是我增加實在乎就是用最低點告訴你 我有實意 而且我要帶會員來買進 你懂不懂 我都是以你們為優先的 好 8倍特 8倍特現金 比重 提高 這個可能三年後才破墨 你要現在開始空手三年嗎 不要 不要吧 投資朋友 叫你一年不交男朋友 你都可能受不了啦 是不是 好這扯遠了 只要那你記起來吧 8倍特 然後日圓的套利交易 他不升級 他說在共同飛 第二期不升級 然後景氣衰退 沒有啦 為什麼 因為PMI 數據怎麼樣 非製造業的PMI 數據 比想像中好啊 對不對 所以我說衰退不會這麼快嘛 這些你看這些利空都不見了啊 今天 SMCI 是不是財報 美超委財報很不好 崩盤 可是納斯達克 小納斯達克 沒有跌那麼兇啊 所以他反覆徹底 空單也如如所要減少 來我還預告 之前很奇怪 因為哲哲你怎麼雙同標準 根本就不是 你根本不了解外資的想法 是不是 難怪都亂批評我 為批評我都是半瓶水想訂單的 我在講一件事 不論是各位投資料或者是同業 你可以看我節目 我絕對不會亂批評 特地某一個人 可是如果真的你要批評我 我話不多說拜託你上他全國比賽 你打六折我公開表揚好不好 不然你批評我 其實 你不懂網路 你會被網友們 給淘汰的 我是為他們很好我常常跟他們講 我也常常跟 很多分析師講 如果你自認為你是股市天才 你更要當分析師啊 你會 就可以像我這麼準收不完的會員啊 我就是自認為我是股市天才 你如果不是自認為股市天才 更要 更要收會員啊 因為有些操作不怎麼樣的他還是有會員啊 你懂嗎 我是酸他們啊 不要一直做股票啦 沒有什麼好下場的啦 真的厲害買航50也可以向我這樣賺錢啊 真的厲害買美財也可以向我這樣賺錢啊 是不是 早就沒有人懷疑我實力 那是你不認識我 所以這反覆徹底 所以昨天也跌嘛 昨天假裝同時也跌 兩半都跌怎麼樣 兩半都跌應該 今天本來就多展了 今天本來多展了 我多展了 其實我記得我跟 我跟我助理講過 今天我要期貨多展 戳掉 因為賺很多 可是我想一想 沒有關係 我想要破個最大技術 就是 我想要做個來回轉折 我想說這一波一波賺到底也沒什麼不好 你懂不懂 這個沒有對跟錯 我們來看一下 而且我的底部低點 賺很大 來我們看一下喔 期貨 我問一件事啊 你已經一口 一口啊 一口就賺了 2000點 19399是不是 期貨跌聽板附近 對 好像377那邊是跌聽板 然後幫我們練成大聲 期貨我總共賺多少點 就像現在出一兩百點 我也賺很多 10口就賺1700萬 對 賺了8500點 才不自由了 對 近你好好開心 比我自己三天賺2000萬 還開心 來看一下 好 8月7號禮拜三的簡訊 今天的簡訊 恭喜今天旗指反彈超過800點 我們進場兩筆 旗指多單 其中一筆買在19399點 已經大賺1936點 兩筆多單加起來 已經賺了快要3000點了 再加上我昨天回補的旗指空單 總共大賺超過8500點 各空一口就賺170萬 各空10口就賺1700萬 手上多單 獲利虛報 我跟你講我最誇張的是 我是 真的有做這個訊息 而且我當天都告訴你 對 當天我期貨是賠錢的 我多端賺錢 多端賺了3000點 可是當天 我做兩筆 第一筆是賠很長 第二筆是買在跌聽板 我有沒有講買點 我講買兩筆 有沒有講 有 我賠錢都講 每天講 哪個老師這次賠錢告訴你 跟你講 我剛不是罵髒話 我賠錢 告訴你 告訴你 跟你講 哪一個人 我在台灣50我也先賠 有啊 當天也先賠 只是這賠的很短 以前都賠比較長 8500點 8500點 一個禮拜的時間 多單出掉不是3000點嗎 今天一個禮拜時間8500點 一個十口 就1700萬 1700萬 財富自由了 是啊 還有很多我更多大戶看我的節目 我只問你一件事 這裡面 這10000多人裡面 10000多人算少啦 還會噴啦 這10000多人裡面 你覺得裡面有沒有可能 忠實戶 主力大戶 分析師 有 網友算明 一定都有啊 多成這樣子的 有時候就像那個 館傘直播有時候也沒那麼多人 問題是 我是 我是做財經的 對啊 我是每一個人 你如果 我問你知道 8 歲的 10 歲的 可能會看館長啊 看那些網紅啊 是不是 看那些酒面啊 可能看得很開心啊 可是他看股票 他不會寫 他不會特別喜歡我啦 對 那所謂是跟著媽媽一起看 你懂不懂 懂 那我受眾的群這麼少 我還可以這麼多人 是不是 這跟大家講啊 好不好 怎麼看啊 世界真怎麼看 世界我就沒有買啊 你問我 你為什麼不參加我會員 又想回 我想回就想回 可不可以以我會員股票為主 不要不參加我會員 一直洗凡 好不好 問一次就好了 是不是 而且我講句難聽的 你也可以跟我走 就算你現在跟著我賣美債 去買台灣50 就算你晚一天了 這次太快了 沒辦法 真的很快 所以是不是代表 更要參加會員 以前我台灣 台灣50買了的時候 我還被套 套了三個月 然後我又買在最低點 然後逆轉勝 所以這代表一件事 你千算萬算 不如加入我會員 是不是 那你都不加入我會員 不要洗版 好不好 就是 好不好 OK嗎 OK 以前 這個別人我不想講他是不是 不重要 你說 這個我不要講別人了 這不重要 他就講說某個老師怎麼樣 然後可能像直播的人說變很少 我只跟你講我沒有認真連在座天在看 你可以用最高規則 去看我 我沒關係 請做續報嗎 這個 拜託你是會員可不可以不要講出來的秘密 我本來沒有要秀 好好好 會員就是會員的秘密就不要講了 你們緊張幹什麼 來來看一下景碩的簡訊 好 本來不一定想秀的 哎呦 欸欸怎麼沒有緊縮 欸思雅怎麼沒有緊縮啊 本來就沒準備啦 欸 思雅我要念你喔 我緊縮我看一下 緊縮暫停板 你看我今天股票多到我沒準備 沒準備簡訊啦 太多了啦 思雅 請我們 不要被我們念啦 拜託那麼聰明的人 好不好 太多了好不好 來來來空單31,932口 實際回補3,593口空單 我需要告訴你重播嗎 之前下跌的時候我告訴你空單很重要 然後到我買進的時候我告訴你空單不重要 外資有沒有看我節目 有 你自己覺得嗎 有 今天實際回補是3,593口空單 外資的空單來到最近期的地點 融資餘額 有沒有減少 兩天減少多少 300、400億 300多億 今天還有個新聞啦 是不是 殺斷頭 是不是 對 殺斷頭 有沒有我是不是說也叫殺融資 有 你看殺融資還起來 我有沒有說 怎麼樣股票借貸是什麼 就是我 說的職押 少年股神有沒有職押有沒有看到 有 以股票為單保品的不限用途 我不是 職押是用不限用途 這幾年才有的 有沒有講過 有 服務喊咖 撐著斷頭危機 服務喊咖 因為 因為 因為很多人看我的節目很多人擔心啊 這只有影響力啊 我是不是告訴你不要做這事情 有 很多券商員會看我的節目啊 你覺得不會有人看我的節目嗎 會有 你信不信我今天不買0050 我去買006208 你信不信這個 成交金額會差很多 信 信不信不信我現在做個實驗給你看啊 現在不能操作吧 不要啦 在雲大會很難過 都是台灣50啊 沒關係 你還不信代表你根本就看我節目看太短了 我有沒有說過說這個職押會害死人 有 我說這個至少1000億 所以我說融資3000多億加這1000億不是四五千億嗎 是啊 我這個不屑播VCR 因為這是小小預告 你看 傳出1000億的喔 我說做這事會害到很多人 我說這個不行太熱了 然後喊咖了 就是因為喊咖才噴出去 懂嗎 懂 這個也是我小小預告 如果我這個沒有 拜託你還是回答 看有沒有有 拜託你回答有一下好不好 電話打不進去 有一個人講電話打不進去是不是 翻線 電話打不進去 現在畫面太多了 哪個寫電話打不進去的你再寫一次好不好 手錶多少錢 這不重要 我要捐救護車啦 欸我要跟你講那件事看一下喔先看一下喔 來來來 這邊這邊這邊 元大台灣50 欸不需要播重播吧 不用 欸思雅還是播一下重播喔 我禮拜一說要買對不對 有 三天買對不對怎麼樣 來看一下 三天賺718萬 這是禮拜一買的喔 今天禮拜三嘛 好那你再看一下 畫面給我喔 這邊 我 815號不是禮拜一嗎 是的 台股最 那個台積電最低點嘛 台灣50最低點怎麼樣 我 出掉美債 賺多少錢你自己看 1500萬 然後 去買台灣50賺多少 716萬 我先跟你講我這次賺10到 15%我會走 大概約1000萬以上會走 那有可能2000萬一個13000萬 因為台灣物質反正是犯長的 好啊 有些網友現在只能吐槽我說 欸台股市長台灣物質從頭報到尾你賺更多 廢話難道我不知道嗎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一筆犯長的 有 他們的邏輯都不太好 你覺得可以抓到轉折的人難道 不知道這些邏輯嗎 我只要讓你知道我抓這個轉折 然後我要 錢 出來以後我要回饋社會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回饋社會好不好 那整整回饋社會又有點私心又想要紅 所以我會捐個救護車上面寫我的名字 好 就這樣子而已 好不好 那我覺得這樣不錯啊 這樣如果因為這樣子大家都很願意捐錢 你想想看如果你在社會上 大家有去賺個100億賺個1000億 然後去願意捐個10% 20%的錢去回饋200億 我覺得這個社會這樣很好啊 我說實話這個比我去問我這個表多少錢 來得重要很多啦 不便宜好不好就不便宜 不便宜 可是那不是我要的重點 我只是想要買一個 稍稍 因為稍稍符合我的地位 因為很多人 反正因為 因為很多分析知道我之前買的表都比我貴 我想說算了我還是買一個貴的表 就這麼無聊 可是對我來說他的開心度遠遠不及於 我準備 賺到 台灣骨子出掉以後我準備要捐 救護車 的開心 我是認真跟你講的 我會做 我會做我一定會做 我不做我要下台一居高 好我跟你講 你要提醒我一下我怕萬一 應該不會啦 這件事是我的夢想之一 路上看到就無科也拍照 責責分析師拍照 之前不是這個 那什麼 我很認同他講的那句話就是 那個股是一個很老的阿伯叫什麼 巴菲特 股是阿伯不是 大聲一點 你也忘記了 股是阿什麼伯 阿土伯 他說他八九十歲 他說財產 是帶不去 他就是說人死要留名 虎死留皮 你知道我怎麼出這個書嗎 我希望你們記得我一輩子 不論哲哲有沒有在你身邊服務 這也是一樣 我覺得你去回饋這個社會 我覺得留個名聲他可以留 5年10年100年以上 你怎麼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這真的我是希望 我不是用嘴巴說我希望你是感受到我的熱情 好不好 好啦 絲瑤請說我什麼簡訊沒有 請你回答我 還怎麼樣 還是他又給我了 我們看一下 等一下 好 沒有請說簡訊嗎 問他一下 請說簡訊 剛好會員問請說 啊不重點重點我先秀 我先秀別的股票好不好 來來 我們先秀新日新 來看一下 很多股票暫停 新日新8月5號是買性 是的 那時候是不是一堆甜甜品版跌停 對啊 新日新幫我唸一下今天簡訊 今天8月7號禮拜三紀念簡訊 恭喜3376新日新股 股價一路急拉 攻上漲停 手上持股 獲利虛報 掌甜品版 今天一堆股票暫停 所以換句話說你明天有拉回再買 好 拉回要來 新日新 掌甜品版 我真的 你應該希望他拉回 我怕他拉不回 拉回一點點就噴出去了 有些股票今天漲不多 你應該開心 比如說鴻海 好 AI最後還是會救台股 只有這句話 好不好 好 泡沫沒那麼快戳破 還有緩達 太好了 你不趕快就立馬 之前200有我叫你賣鴻海 一堆人在罵我 我不要 240我不要 現在拜託你買你不理我 你不覺得股市賺錢簡單嗎 很簡單喔 就人氣我取人取我已啊 你不要的我要啊 你要的我丟給你啊 低買高賣直直就體現這麼簡單的實驗 就可以賺完你的錢 然後跟社會一起進步還可以回饋社會 好不好 你看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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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講的 錦碩簡訊呢 錦碩沒開過牌 對 你看你 會員可不可以不要在 聊天室亂秀簡訊啦 亂叫我問股票咧 錦碩要不要續辦 這句話不代表就是你是會員嗎 傻了喔 捐一堆 你繳一堆會費給我 然後你居然在節目上 公開告訴我們會員的 訊息 變罪人了我跟你講 是不是 對 會員人數超過100萬 這太扯了啦 沒有超過那麼多啦 上萬人有啦 救護車很貴會吃掉獲利 但是你覺得啊 就四五百萬沒關係 我都 我再加這一波 像已經賺兩千多萬了 就每個人人生目標不同 OK嗎 OK 對啊人死留民 虎齒留皮啊 等等 說句救護車聽到很感度 有看到阿佩陀佛 有一次看到阿佩陀救護車在直播直播留言 哲哲有看到 哲哲就許願要捐救護車 對對好像是你留言的對對對我覺得捐救護車不錯 PTT版一堆言公道歉 沒關係 一樣我的名言 雙鳴們我愛你們 OK 今天有口號嗎 明天只能掌聲聽 先就這個牌了 拜託拜託以後會員可不可以不要不要拜託 捐救護車 沒有生氣不會生氣不會生氣 只是 其他會員一定生氣你聽懂嗎 不要不要把會員的 指的股票怎麼樣 是要被白罵了 也不算啦 也不算 因為他可以跟我討論一下 沒關係 問我要不要接開牌 身家是重點嗎 你不要問我哪一天可不可以有20億 你不要問我以後我可不可以捐20億 比較實在 這是我願望之一來 不要說20億 20億有點誇張 可是我想要 我的人生目標 我真的想要捐很多錢 我會慢慢實現的 這個再慢慢來 我先講我做得到事情 救護車我覺得我一定會做得到 9月18號降期 請會員冷靜 對對對 不要講會員之股好不好 好我們今天 今天我們今天的那個 來 這邊很多留言有問到 真的 今天直播人數多少 11,457人 賣台機買鴻海可以嗎 這是會員權益好不好 你怎麼 我差點又上誕 哪有這樣子的 好 對啊 來我們今天考到什麼 你知道 台股V轉靠哲哲 台股V轉靠哲哲 哲幾歲還從在猜 我當分析師17年了 你自己猜好不好 蠻年輕在單分析師的 對 台股V 轉 要大一點 要大寫 好 靠哲哲 來來口號留言 口號口號來喔 台股V轉靠哲哲 祈福 希望哲哲粉絲們都可以財富自由捐救護車 對啊 你看你們每個人捐救護車 台灣反正 救護車 人 不要人滿 人滿為患不好不好不好 就像你 送給病院裡面然後送給那個扁個叫 高棚滿座也不好 好不好 好 來 台股V轉靠哲哲 留言你看讓大家知道哲粉的威力 留言這個代表是我剛才預告都預告在前面的喔 好不好 幾十個預告 1萬1000多人你看直播人數誰有那麼多的 不要語言複寫啦 只有技術分析很遜啦真的啦 只有我都只有全部都技術分析加專業的分析 像家庭老師那時候也講到 好像第13都轉折 其實這禮拜剛好像轉折 是的 福利社到時候找他 我跟你講喔 只有摩爾的分析師我做品質保證 知識摩爾分析師真的很多分析師買低點 不是只是有買 只是剛好運氣比較好的避開這一段 那當然也應該有些人有避開 我們每個人看每個人節目 只有摩爾分析師我做品質保證 摩爾以外的 我不做保證 就這麼簡單 懂 摩爾分析師 不會去跟阻力出貨 如果你有疑似嫌疑你來跟我講 我會去看得很仔細 這個有沒有我一看就知道了 好不好 我不會亂這種事發生的 我不會 這時候不屑賺這種錢 不好意思 喜歡跟阻力配合老師 不好意思 原來摩爾 謝謝你 你們去賺你們的 我賺我的 我是很認真跟你講的 我是很認真跟你講的 有資格講 不屑跟阻力配合有資格吧 有啊 台灣50說漲就漲嘛 從第一點到現在漲多少漲多少 1000多少 1600 1600點 對 有資格吧 才兩天而已啊 兩天 有資格講不用靠徒弟吧 慢慢賺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 看到沒 這麼多畫面 最後給你們10秒鐘 再跟你講一些股票 上次你們的 趕快講股票 講我剛才看不小心簽開很多牌 氣死了 氣死了 沒關係 反正你不知道我的點位 好不好 好 來看什麼 這波操作教科書等級 教科書也不會告訴你怎麼操作啦 訓掉了啦 好不好 一方好看喔 沙糕追低 有沒有看到 有 美債賣在最高點喔 而且美債 我現在沒時間了 你可以作證嗎 你跟我一起好不好 你捐出100萬 好 如果我美債不是買在00687 國泰20年美債 歷史最低點 我下來一起勾 我捐1億你捐100萬好不好 好 沒問題 因為不會捐出去 因為我真的買在歷史最低點 然後賣在這波段最高點 就是禮拜五這個最高點 禮拜一最高點 對不對 然後去換 風低換成 被挫殺台灣武士 跌了40元的台灣武士 跌了40幾塊台灣武士 好不好 好 只是我 保底1萬人 我覺得今天還是太少了 因為準成這樣子 所以還有機會漲 我還真的希望下去 好不好 下去還有個期貨會員可以再買 對啊 因為期貨會員 很無聊 就開盤一直漲 這真的 波段多單續爆 兩筆波段續爆 美債可以爆啊 可以爆啊 反正可以爆 你認真聽我不喜歡 你如果沒有每天看我節目 不要 在上面 一直發言 好不好 站著我很累 對啊 你先看我每天節目再發言 不然會封鎖 因為我沒時間 每個人問一些很無聊的問題 問一些我明明有講過問題 你再問 這樣我沒時間 好不好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 大家 很多人是 翹班來看我節目的 在廁所看我節目的 趕快講鼓票 管達又逆買 我真的還希望回檔的 現在200點有回檔的 趕快喔 你看 剛才200點下變 144點 不知道是又怎樣 折粉拉起來是不是 我只問你啦 那麼多人 直播人是動輒1萬多人 節目 都一二十萬二三十萬看我的人 你覺得裡面不會有中十戶大戶喔 會 那你覺得他會不會認同我的看法 精彩 展停版沒錯吧 展停版 新日新精彩都是買到 買起來 這種都跌停版 精彩幫我秀一下 禮拜二買進 昨天也買進的喔 昨天買的 有些是禮拜一有些禮拜二喔 所以你看喔 晚一天你還來得及 晚一個禮拜也不一定來得及啦 186元買進 今天怎麼樣 公散展停版 恭喜 恭喜3374精彩 提前簡訊 股價廠長 公散展停版 今天已經大漲 一天而已啊 大賺 超過12% 手上持股 獲利去爆 天啊 天啊 太開心了 比我們買台灣的時賺更快 恩 我的快樂來自於你賺多少錢 不是來自於我賺多少錢 借這句話好不好 借這句話 我真的趕快找我好不好 新日新 展停版 展停版 元泰 展停版 元泰也沒 元泰昨天有秀嘛 好像沒秀喔 所以思想這個邏輯 好像也怪怪的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沒關係 我不要一直在 節目上公審他 我不要節目上一直公審我助理 他已經很認真的 沒關係他已經很認真的 人沒有十全十美 包含哲哲 有些人說哲哲以前你有沒有賠錢過 有啊你知道有些 同業化身的酸民一直在講我以前賠錢股票 你懂嗎 都講到最高點然後買最高點 不然你來操作啊 你一百膽看你一百膽可不可以賺錢啊 越批評我的越不敢參加全股比賽 越批評我越不敢公開直接秀對戰當 有些網紅秀對戰當是這樣賺錢才秀 賺錢秀我會秀我賺幾億我告訴你 重點是事前秀才厲害啊 賺錢秀把賠錢遮住就好了 或遮一兩筆就好了 沒有意義啊 我都是先 先秀 先賠錢先秀對戰單 台積界13賺91萬怎麼辦 拜託你我只希望 拜託你神啦救救我 給我會員朋友們 拜託有低點可以買我好希望WD只是可能看起來不會 就像這個WD 就算真的很回撤他也我覺得這個最低點可能已經過了 可能已經過可是我希望你最低點近一點點拜託讓我會員朋友們加入 趕快買到最低點 也歡迎來電洽詢 0800668085 或加5LINE 失去我看一下大頭貼 有盾牌 大頭貼 一定要16萬人 以上這才是整個政治標記 那你就趕快用力的 不要想那麼多 趕快加入會員 詢問入會事宜 不論多或錯 等著一切一切 買到的標股 一買就標漲停 如果你也想要這樣的獲利 趕快把握時間 加入我們的行列 電話撥打 0800668085 080066 8085 我們等大家 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通通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滿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 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政見頭部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先做 要繼續在 一點 OK 我們要不要說 舊行的 我們要不要說